我們剛剛有告訴大家了 說現在 剛剛國慶哥也說 他有徵召領導這種事情 前所未聞 以後可能也不會再發生啦 所以你也覺得說 今天不管是國民黨 民進黨 我們持平而論 對民進黨來說 當然是最強的出來 沒什麼好講的啊 也許某種程度 這個賴院長覺得說 蔡總太弱 我要救民進黨 所以我要出來 那國民黨也一樣嘛 對 那如果檯面上這些 已經表態的資深的前輩 都不夠強 那是不是 最強的出來嘛 既然最強的出來 不要扭捏作態 不要徵召領導 沒有這種事啦 直接徵召參選比較快 其實看他要好看 就要第一男主角跟 拍人的第一男主角 跟好人的第一男主角 兩個在對 不才會好看 你叫議員的配角 跟主角在打的話 大家已經站在主角的角度 其實徵召領導 代表徵召初選 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徵召你參加初選 對 徵召你 我告訴你 領導是 發自自己意願 去領表去登記 是要出自自己意願哦 這個沒有用徵召的問題哦 那有徵召就沒有初選 對 對不對 這兩個是不能同時存在的 沒有人 我才徵召你代表我們選 那如果有人的時候 我不能徵召你來選啊 因為這個是要 自發性的自己意願 所以說 吳主席 剛才又曾說 不要門 這樣慢慢的開 慢慢的開 直接開就好 你慢慢的開 那你叫好的時候 慢慢的開 人家都不舒散不及啊 對不對 裡面光煙嗆就嗆死了 你要趕快的打開 速度快 不早就舒散 你要慢慢的開 慢慢的開 一旦你開好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不怕路了 所以說 吳敦義主席 這時候 我們說真的 他確實有改變他想法了 結果我還想 還是只剩 徵召韓國瑜韓市長 這條路而已 因為 要有個社會的期待 你現在問 支持國民黨的也好 不支持國民黨的也好 你認為他 應該 國民黨要讓誰來代表 這都沒有他的疑慮 我昨天 直播 臉書直播 我還做這個議題的線上民調 一面倒 我做了很多民調 賴清德跟 蔡英文 蔡英文 對 你會支持誰 一面倒 一面倒 一面倒是支持 賴清德 賴清德對上韓國瑜 又一面倒 又是韓國瑜 那韓國瑜不拿出來對比 用朱立倫 對比賴清德 還是賴清德贏 朱立倫對賴清德也是賴清德贏 我那個影片都還在 你們都可以上去看 昨天晚上做的 線上同時有1700個人 你這個很重要 國慶哥這個很重要 同時線上有1700多個人 那你一份民調是1068 我是同時線上1700多個人 同時在線上發表他的看法 發表他的看法 所以這種即時的民調 我老實講 我以前臉書上好朋友幾乎都是 偏綠的 偏綠的才會加我好友嘛 對不對 所以說我這份民調現在目前來講 綠的 是基本盤 藍的很多支持韓粉 我的臉書已經被韓粉攻陷了 現在只要講到韓國語 人數就暴增 一直衝上來 他們分享 分享之後 直到談韓國語 他就一直上來 一直上來 所以說 國民黨 沒有其他的想法 我是覺得說 時間你不能再拖 我也希望說 加尾 這個是一個軍主基金的政黨 你再拖下去 民進黨四月十七就決定什麼人了 你要拖到七月份 拖到七月份 不用什麼受算 那至於賴清德 我覺得賴院長 不用反應太早 他不要設定說 他的對手就是韓國語 因為他不一定能上戰場 不是韓國語不能上 是他可能不能上 對 他設定目標是很好 但是 我們說真的 賴院長 今天他的心情 一定更感慨萬千 你看今天早上 立法院有這麼多委員 出來開記者會了 大家都適時效忠 蔡英文 你不要怪這麼動輸 其實朱立倫 不是朱立倫 不好意思 賴院長 這段時間感慨很深 很多 他這叫做心肝癢癢 我剛才還跟你們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們說 我過去在行政議長的時候 大家都說 我是他的朋友 最心中最好的 我就要反甘的時候 從心倒下來 我比較知道 什麼人是我的朋友 他在上位的時候 誰都說他是他好朋友 他最好的 最親近的 但是他下來之後 變成賴院長 才知道 原來誰跟我最好 我一個頭 辛苦不破的人 這幾個月來 這幾個月來 我要請教小英總統 你有去關心賴院長 這段時間在做什麼嗎 你有跟他同寬嗎 你有跟他握過手 你有跟他打過電話嗎 要落台主席 他說 唯有我的離開 才可以讓蔡總統大破大力 這是 你說得很爽的 很爽的 你看看那段時間 所有行政院的政策 小英都在總統府的回廊自己 緩駁 你說一次我殺一次 你說一次我打一次 賴院長說 我有自然生 好沒關係 被小英總統 責爛也好 或是跟他拍看好 他還可以接受 他最親近的戰友 他在立法院 第一個被拍桌辱罵的是誰 你們都忘了 段儀康 你們都忘了 第一個去拍桌辱罵的是段儀康 結果引發 卓榮泰現在的主席 出來跟段儀康對嘴 對 這段大家都不記得 所以賴院長在那段時間 他的 十日的流友 新潮流的 沒有支持他 反而雪上加霜 當下 你們還記得嗎 吳乃仁乃公 退流 那不是那個先退流的 對不對 看不下去 那段時間的賴院長 他沉浅到增樓 面對 台南這一局 他知道 這一局如果輸的話 整個小哥都算他的 賴神 高雄 上千還輸 所以你看他 苦行爭的方式 每一天 站入口 拜訪 這樣每天不停 一直走 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他的運動 他今天真的輸 昨天 前天 就可能沒有 可能沒有出來 就拜拜了 但是 他贏了後來 他要讓大家證明 讓大家看 我還要有這個實力 我要交給人民去檢驗 你們這台民上的 政治人物 我 我希望你們都不要選兵 他今天還講 希望大家都不要選邊站 希望不要廣告 不要宣傳車 不設競選總部 他要用這種方式去選 因為你要用主委 你一定輸小英 製造影三分 所有部會 所有的 包括這個管市長 包括管市長 大家也一定對小英走 因為小英即使 沒辦法代表民進黨參選 他還有一年多的 他還有立委提名權 對 他還有一年多 我們以為小英做三年四年 其實他做到這段 是兩年多而已 我們已經以為他做很久了 才兩年多 就把民進黨申掉了 但是這個民意代表 大家做現實的 鄭文燦也了解 鄭文燦他不考一時出手 是怎樣 賴清德如果這邊 不算的未來 以後新潮流的共主 他根本沒份 而且他可能很快就離開 流派了 所以怕怕嘛 那不如吳主席 來幫韓國瑜零表怎麼樣 那也算是一種正招嗎 沒有沒有 他之前就先講說 他要幫他零表 就問他說 那好球 你又不是韓國瑜零什麼表 所以他現在說 那我正招叫他自己來零表 對啊 我們認同吳主席的苦心 絕對認同 絕對認同 可是是不是有更直接 更漂亮一點的方法呢 剛剛這個國興哥說 要問一個問題 對啦 我有個問題要請教 其實國民黨什麼人出來 希望對我沒有什麼關係 我是比較興趣一點 因為對我們中華民國都有關 民主的演化 是要讓整個民主的程序 更為透明更為人性化 更為可以受社會可以接受 對 一般徵召來講 是沒有人的狀況之下 才有徵召這兩個字嘛 我拜託你出來 有人 但是真的都不行的情況之下 不行 不行 你就改遊戲規則 你改遊戲規則嘛 乾脆不要初選 對 直接徵召 變成是下一屆 不能這一屆 那委員 對不起啦 我沒有真正性啦 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就是 這樣好啦 今天 請教你給我徵召去選這個理事頂 電機費900萬 你要給我徵召嘛 是你要給我出 還是我自己又拿錢出來 我沒有意願啊 我沒有意願 如果你叫我出來參選 那900萬就投下去 那你要幫我準備好900萬啊 你叫我出來的 現在我們就 這個問題就是我自己先出 好 我就感謝你支持我 我自己出 結果初選我輸了 我林國縣輸啊 我陪了胡仁佑哲兵 我六九百萬 我就投下去了 你不要還我900萬 我來 韓國瑜是不會有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只要跟這四個天王 初選他一定贏 他一定贏 他沒有像我林國慶 可能你徵召我 我為了表達對你的感恩 你這麼支持我 我拿900萬去登記 結果錢又加起來 我又滾開 這哪有徵召的問題啊 哪來徵召 所以你們應該先從黨章 黨章去看一下 黨章沒有規定 徵召的立場 徵召的狀況 是什麼 才有用到徵召 我還沒有聽到 徵召領表 徵召登記的 那徵召登記 他如果輸給錢 為什麼要出 很簡單嘛 900萬誰出 誰出嘛 所以我也是建議 國民黨的支持者 你如果繼續拖到七月份 支持者會造異 憂鬱家自閉 會慢慢產生嘛 他會 民進黨四月份就確定了 五六七都還在 開一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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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大門 你要嚇大門 你就開大門 更明確性 讓他一堂君子之爭 不管是誰 這是民主演化的過程 我們就樂見 無董無牌 輕鬆主宰啦 不要被哪一黨所限制 但是我們應該說的就是要說公道威 沒有韓國瑜就韓國瑜了 徵召登記 徵召登記參選 沒有這回事 對啊 那國民黨就自己邊一直拖 一直在內耗 他就拖到內耗嘛 民進黨 國民黨團結 就不一定是民進黨的 民進黨是包準團結 民進黨出身 不管是賴蔡誰出來 一定會團結 民進黨都在開火 中常會在開火 好像戰場 祖公祖媽也聽說請 罵來罵去 不不不出來 大家就看來媒體 大家就笑咪咪的出來了 而且出來一個搭建 而且做了決定就是大家支持 沒有錯 誰先把消息露出去 誰就是罪人 我們是裡面是關起來打的 真的 阿扁阿扁要給人 胡三軍的時候 中常會裡面開到 有人說 出去要開記者會 要離開那個職務 離開那個職務 離開就崩盤 鬼滾人在那裡 拜託不要啦 你不要這樣啦 這樣雪上加霜 你們知道我講誰嗎 他就是當下 他要辭去 什麼院長的職務 我不要說什麼 大家知道 我緊張你知道嗎 所以說國民黨 我是建議 我樂見兩黨 良性競爭 快一點 不要再拖拖 社會氣氛 要韓國語 你們就代代風風 拜託韓國語出來就好 好了 好 好 好